今天早上来找一位好朋友 怪的很,莫斯科的Vlog居然是人最多的 我朋友住的这个酒店超级好看 由于他洗澡洗衣服拖拖拉拉的 我就假装这是我住的酒店 我法国人在这里会被欺负的 好像每个城市都会卖这种 没有人能驾驭的大帽子 我觉得我朋友脑袋一定是适配了 这个莫斯煎饼味道特别熟悉 我想了半天很像人民广场底下的印度飞饼 有可能这鱼太想吃大一点 人家刚开始飞你就拿走了 对啊,爱张嘴,爱生舌头 一坐下看到这个土色土豆我就知道大事不好 这又是上次我们吃的那家难吃的饭厅 你说什么,我没听清楚 你在说话 我在听啊,但是我没听清楚 你耳背 对啊,所以我没有听清楚 你不能怪我的 你讲好多天啊,我不想每天擦 那你找个人帮你剪,找的去YouTube 超贵 不然你可以,就你爸妈如果很咸的话 我们爸不行 想吃吗 别想了,怪难吃的 拌到一起还行,就是长得像屎 闭眼可食用 我一气之下抓了一大把门口的光头饼干 你们还不如就买这个好了,这个比较好吃 下午我们要去跳舞,结果一下车遇到大鲍鱼 这个鱼大到,我觉得地上可能会有鱼 然后我们在这里研究它的课表 螺丝字幕表它不一样 有没有想过,龙人的内心是不是哑巴 给你三秒思考一下 反正我现在的内心就是哑巴 这些老师的名字我无从叫起 结果就是找了三个老师,两个都找错了 但也问题不大 俄罗斯想找个跳舞不好的人也挺难的 非常快 对手 不过一样 第一天是第二天 第一天已跳舞结束 第二天已跳舞开气 这是一个很理所当然的转折 今天去的这个舞房 就是山路十八湾 给我们只录了导航视频有一分钟 你要喝啥 在Spicy Strawberry和Blue Mandarin之间 选择了第二位神秘饮料 蓝色普通话 和蓝色没什么关系 和Mandarin也没什么关系 我们打车去吃海鲜 五重蛋白质才有力气跟俄罗斯人跳舞 一个海奶一顿 冬冬冬 啥啥特想吃 鱿鱼 鱿鱼 你在沙拉跟鱿鱼 谁那个吧 提前点好菜 我们设口去餐厅是这样子的 结果到发现它才能不一样 你搞得像我分鲜鱼长什么样子 我甚至不知道三文鱼是哪个 下次可以直接放他们做好的样子 我对他们尸体比较眼熟 点了一个挺腻的黑松露 蟹沙拉 Brioche 和一个叫Dorado的 是我姥姥的话可能要唱出来了 看像中茶 就冬冬汤还比较好喝吧 菜难吃没关系 我们可以自己做 今天没吃到还在 旁边的咖啡馆还不错 好漂亮的可鲁鱼 也才十字块人民币 所以上海的咖啡馆跟可鲁鱼 在高贵什么 逛到了一家很漂亮的衣服店 如果我现金花不完就回来买它 还有一些怪娃娃 有点不敢叫它丑娃娃 怕它诅咒我 晚上的红场漂亮到我 终于想起来了 我还有DV机 感觉这个灯光很适合跳斗舞 这也应该说是我们的 老板的终于想起来 那请不吝点赞 我们转发独吝点赞 都可以看看 有点有点 有点 有点 我们的